他是国曼第一申请 也是中国惊奇先生里 最会经据评出的男人 他的那句一个人哭真爱无敌 更是多少纯爱战士 为爱冲锋的座右宁 你们修修丁 我的真爱的渴望 别给人哭 爱我第一 但你知道他的真爱是谁吗 故事得从刘悠小时候说起 彼时的他还是个 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 看了几集古惑仔 就学人建立了红星帮 你们暂可听好了 以后屁话的村 就是我们红星帮的天下 你跟着哥 哥会照顾你们的 小屁孩 你要看过兄弟吗 我没有啊 这时他发现了 对面卖山寨玩具的 山寨妹三地姐 而面对一旁 抢自己生意的老逼端 三地姐仍狠话不多 直接抄翻了让他滚蛋 在老三地姐的地台 谁都不是卖玩具 让你这老龙子 看好了 老龙子 双段三地姐 刘悠被对方强大的气场 吸引一见钟情 从那一刻起 三地姐就成了 他一生追求的真爱 以便刘悠疯狂婉拒 对面两人依然不依不挠的要跟他双飞 被逼急的刘悠终于忍无可忍 你们休想定我我的真爱的渴望 别人哭 害我地 去死吧 臭鬼 进来跟狭犹喊兄弟 你也该打 不 救命啊 不要烦我 巨大的动静 很快就引来了 叶总会的保安 刘悠本以为对方是自己人 将这几个小妹嗑药的事情说了出来 不成想这些试本就是叶总会默许的 他们没去管嗑药犯罪的陪酒小妹 反而让刘悠赔偿包厢的损失费 可刘悠身上哪有这么多钱 只好打电话给小二江湖救急 听到对方在叶总会嗑药 小二没等刘悠解释就当即挂断了电话 眼看郭米张面嗑药过头停不下来 自己这边又找不到人帮忙 就在刘悠不知所措时 竟意外瞥见了三弟姐夜下的奥迪双钻 这才让他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面对真爱刘悠誓死守护 我的真爱 由我来守护